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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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晨,欢迎继续回来法达广场的环节 在我身边有要材精献事务总监郭施志郭瑞 郭瑞,早晨 想继续跟你谈论三中传媒方面的情况 除了市场化之外 有另一个大方向 就是城镇化方面的发展 看到公报中提到有一句 就是说 希望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 亦是希望推进城镇要素平等交换 以及公共资源均行配置 继续完善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体制 郭sir,记得你之前经常提到 相信城镇化可以为市场带来一个很庞大的商机 亦都有一些相关的内需板块可以留意 其实三中传媒今次的方向 亦都和你之前这方面的预期是相同 又有什么板块是大家可以留意的呢 当然知道 城镇化计划是一个很庞大的发展计划 是说的是十年,十五年,二十年 或者更加长 但是庞大的农村的个体 如果你遷移到二三线的城市 防住的需求率先就要照顾 社区的设施、基建、小朋友的就读、道路等等 相关的铺牌亦都要有一个很周长的计划 还有就业 当然这牵涉到一个政令下来 是牵涉的层面是比较高的 不可以说今天要做,明天就立即走 但后天就要建功是不可能的 但是考虑到这个城镇化的计划 其实一要推行的话 时间比较长 就变了很多板块 受惠的周期是会比较久一点 其中一个例如钢材、水泥这些 你旁大的经验的启动 水泥的应用是相当大的 还有入住到一些商品房 其实所谓商品房就是清水流 里面电线也没有,灯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你全部都要自己安装 你这么说的话 家电或者一些应用是相当大 甚至地砖、地板、木门、浴缸、棋材 坐厕等,全部都要的 这些亦都是内需的办法 至于环境好之后 添置电视机或者消费电器 甚至小型汽车等等 这也是内需的板块 即是一个政策的推行 是可以令到很多内地的一些产品 是有一个提升销售的途径 但绝对不会说今天、明天就即时见效 首先摆目前来说 我自己觉得 一定要有完善的规划 到底怎样做 哪些二、三线城市率先推行 至于户籍的迁延 我想也要按部就班 否则一旦海放 全世界都涌过去上海 上海六层都迟 所以我想先行有些二、三、四线的城市 先行一步 看反应如何 逐渐逐渐地提升 唯一令到我觉得有少少困窕的 就是就业 因为农村你过惯了一些比较清贫的生活 你去到城市的话 你要转型的话 或者要适应的环境 其实是有多大的转变 最重要就是就业 因为安居始终来说 你就要牵涉到一个消费 内地很多厂房 生产的加工厂也好 工业的生产也好 已经由珠江三国洲慢慢迁延到来陆 这是过去十年不断地走 但问题就是 现在竞争的优势是比较弱 尤其是人民币高期 加上劳动成本不断上升 生产成本不断上升 产品的出口 其实来说已经没有以前这样的优势 到底产品去了哪裏 很大程度上当然要去内税那边 所以最终来说 我始终认为资产价格稳定性很重要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楼价平稳的话 是有财富效应在 楼价如果是稳步上升的话 更加可以刺激财富效应上升 从而刺激到消费 可以拉动经济增长 从而带往整个内税市场 相反来说如果楼价下跌 虽然你是住着而且供着 跌100元其实是没关系的 但升100元你觉得自己的财富是多了 跌100元跌200元 你觉得自己的身家是轻了 你倾用于比较保守一点点 那餐饭吃300元就不好了 吃200元就算了 吃200元不好了 都是吃80元 甚至不出去吃了 这点其实在楼价下跌当中 是很普遍见得到的 但我自己觉得大前提是要保持7 或者7.5%经济增长 你真的要靠内税和固定投资 内税当然是消费 固定投资当然是由基建去拉动 政策是长远的发展 其实对这两个板块应该是正面的 但如果要即时见效 我想暂时就看不到 很可能到政策推行出来的时候 率先刺激到上升的话 应该是个别的水泥股 或者钢财股也会做好一点 但这个幅度我相信暂时还是比较有限的 最终来说都要看经济的增长 如果增长是比较慢的话 老实说就算市场化也好 政策也要放在一边 随时有B计划 如果市场的力量能够摧生到自然的经济增长 便由得市场走 但如果市场是慢的话 老实说政策就一定要走出来 其实内地的股市、楼市、经济 一直以来都是看政策的 如果没有政策走的话 民间一般来说 大部分都是磁形保态 观望居多 要解决这个情况 真的要放一些时间 就不可能一个政策 一页纸说出来要这样做 明天马上就见到 我想就做不到 不是 我见到大方向出来之后 比较有个沽压明显的 就是内银板块方面 大家可能都会相信 就是市场化方面的政策 就会延伸到一些进一步落实利率市场化 又或者引入民营银行这方面的政策 就可能会出台 所以见到内银股方面 今天都下跌 普遍都有百分之一至二的跌幅 其实现时内银股的前景 郭先生你又怎样看 其实你说好像以往这样 不断的爆升 就可能已经真的告一段落了 首先来说 好像内银其实是暴利的行业 你看公行一年赚二千多亿 就知道了 因为利率过去 是有个政策在主导的 你收的存款 你给一点点利息 你太出的存款 利息就提升 以经济不断翻滚向上行的话 贷款业务是持续增长的 那你银行的利息收入怎么会不多 况且过去这几年 一些理财产品的销售 亦都是比较普遍 即是说银行业的 不是稳步增长 是高速增长的情况 其实每年都见得到 但这个情况 暂时来说 应该告一段落 第一 就不可能有再暴利的情况 利率市场化也意味着 银行可以自行离定 存贷的息率 但不可以偏离得太远 不过为了吸引多些存款 银行一般来说 是会给多些利息 反过来 为了抢某一间 企业贷款生意的时间 你要抢生意 你就利息收少些 人家收你这么多 我收你便宜点 你过来这边做吧 这个一定会有的 但如果去到这样的层面 民营银行和商营银行来说 或者与国营银行来比 国营银行的优势 是会比较强势 因为是有内地的政府做后盾 至于商业银行 一切以商业的范畴来做决定 好的地方就是 他们的决定会比较灵活 就不会像国营银行那样 真的什么都要上报 要开个会 研究过 政策推行 你才去做 商业银行有很多事情 可以自己决定 至于民营银行 其实要做真的不容易 如果你在地区性的银行 你发展得好 就算成功得好 你的毛利相对比较少 只是看重庆银行 已经知道 一年的利润不外乎19亿 你讲公行 一年讲二千多亿 根本是两马虚 要发展到 跨地区的民营银行 就更加困难 你资金调动 或者是资金的成本 都会相对比较重 其实这条路走下去 是比较难 不过既然政策出来 第一就是民营 未率先受惠之前 各营银行率先受损 所以解释到 为什么几只大内银股 暂时的走势 都持续反复带完 就是这个理由 好 谢谢郭sir你的分析 这节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郭sir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欢迎家庭观众 随时打来 2804-6566 又或者是 送Email给我们 电邮地址是 askatbschannel.com 我们稍后回来 再继续谈